我从小学中就是北京市的三号 毕业的时候是直升的本校的高中 高一读完一个学期之后呢 我就选择去新加坡去留学 我想出去看一看闯一闯 看看我自己能不能自己生活 是一个人去的新加坡 自信是成功的第一步 先有自信 然后用信心爱和希望去完成一件事情 大家好 我叫潘桃 我属猴 今年二十岁 来自北京 现在就读于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 专业是新传媒 我活泼开朗 热情大方 吃苦耐劳 年纪虽小 但能量无限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我希望寻求的职位是主持人 活动 执行 公关销售 或者是海外拓展的职业 谢谢大家 欢迎潘桃 哇 这手好有力啊 你好啊 潘桃 这样的自我介绍蛮少见的 大家好 我属猴 对 那你特别迷恋这只动物吗 也不是 但是因为我是92年生的 92年是猴年 我的名字又叫潘桃 又是三月生的 三月桃花开嘛 所以猴子和桃子就可以连接起来 让各位老板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更好地记住我 有这么复杂的联系啊 是的 你不说还真是想不出来啊 新传媒专业这个是什么专业 新传媒和传统传媒的最大的区别呢 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观众群体不一样 像我们现在的一些80后90后啊 比较关注这个电商啊 像58同城 巨美优品 百合网还有易搜这些都是比较新的一种传媒形式 所以你们这个专业呢 它不是偏传媒 它偏的是商业是不是 对可以这么说 而且偏的是创新 今天要找的工作主持人 对 还有什么 海外拓展 海外拓展 对 还有什么 活动执行 活动执行 还有什么 刚才说了一堆 公关销售 还有公关 对 五个了 对 我觉得 你给我排个序 第一个主持人 第二个活动执行 第三个海外拓展 剩下那两个不要了 说不要就不要了 不要了 你的薪金的期望值是多少 因为我觉得我大专学历也不是特别高 看职位吧 如果比如说像这种海外拓展呢 三千 四千 我就可以接受 主持人呢 主持人就要看场次吧 看主持的场次 底薪 底薪 三千 四千 都可以 你希望的工作地点是哪 北京 新加坡 都可以 杭州可以吗 杭州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可以考虑 因为还年轻嘛 到处走一走闯一闯 不是件坏事 你稍等一下 你有时候就聊得推猛 工作地点 他和走一走闯一闯是两回事 你比方说有一天咱挣了钱了 我不拦你啊 我不拦你 盘州 有一天咱挣了钱了 不是每次都有年假吗 是吧 咱背着包 那叫走一走闯一闯 工作呢 你瞎闯什么呀 有的时候闯一闯就闯出了一片天 很多老板都是抱着闯一闯的心情 去把企业给闯出来的 我放弃和潘桃继续聊天 来 月灵 你好潘桃 您好 你的自信真的很棒 谢谢 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好的职位 其实适合你 因为我们刚刚不久推出了一个叫无限星空环球音乐之旅 然后其实会用音乐 然后我们会比如说旅行 然后到很多的国家 三四十个国家 因为我看你的这个简历有提到 你在就是上一份工作 其实是两年的时间 是的 然后在新加坡的 滑工旅游 滑工旅游 你能不能把这部分工作 然后介绍一下 讲一点销售 我不找销售 但我可以讲一点销售能力 每次都应该是各大旅游展的第一名 你的优势和技巧 我知道我的客户要什么 我会问清楚 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 来 来你来吧 那我要怎么样呀 我要在你这 滑工 你想去哪 你想 你直接来吧 我来引导你就可以了 你好先生 请问你要去中国旅游吗 不是 我想去新加坡呀 可以呀 没问题 有没有小孩子一起去 有 几时出发 我无所谓 我就是 逮控吧 这样的 因为我们 但是你稍等 我跟你说几件事 可以 一不购物 不购物 有 No Shopping的团 第二 你们不能 加点 加点 对 我懂 第三 你们不能强制 买东西 到了一个地之后 说二分钟啊 你不能那个 可以 我们想在里面待多少时间 在里面待多少时间 可以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我就不会推荐团队旅游给你 那您就报一个自由行 我可以安排导游 但我人多 第二个 没有问题 大概费用 大概费用 大概住几星的酒店呢 四星五星 开玩笑 那咱都已经出国旅游了 咱还不得住个 三星啊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 我设计一个团给您 一个人呢 我给您 就是包括往返机票 坐新航的飞机 给您四星酒店 我给您免费提升四星酒店 然后你们十二个人一起 定团的话 一个人呢 三千五百九十八 然后我再送你一个什么呢 我送你新加坡环球影城的这个门票 每人送一张 因为有小孩子嘛 对不对 我算的 我算的预算 就是顶 顶了天了 三千二 三千二 那您住三星的酒店吧 我给您三千二 三千一百九十八 不用三千二 我再送您点东西也行 你送什么 每真香的肉糕 我送您一人一包肉糕 这样您特产都不用买 礼物钱都省了 好不好 我跟你说 他 他真甜 首先他肯定是在这行业里面做过 他才能这么熟 其次呢 我说到任何东西 他能够迅速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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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我觉得这个能力还 这劲还挺大的 这是我第一次卖新加坡的团 我都是向新加坡人推销中国的团 我中国的团卖的特别好 成功率95.7% 我觉得你很有销售的潜质 你考不考虑做一个销售啊 你这个气质 销售看哪方面的可以吗 网络产品 我没有兴趣 不好意思 看到很机智啊 很机智 这样我问你一个 就比较现实的问题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先来找工作 没有想过继续去 读个本科 好 谢谢您问我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 我就把我三到五年的一个规划 告诉大家 特别好 是这样的 我想去欧洲读研究生 但是读这个研究生 或者是MBA的这个管理课程呢 最少要三到五年的全职工作经验 我一年都没有 我打了这么多种工 都是兼职 一个全职都没有 所以其实在咱们的计划里面 咱们是为了未来去欧洲 其实其实还是有这个规划 打一个硕士学位或者独内MBA 来打基础的 打一个基础 但是 规划还是有的 等你说 当然 很现实 很现实 各位 这问题很多 稍等一下 第一印象足矣了 这第一印象 那叫清晰和历历在目 这只潘桃 猴子 对 猴子 猴哥 悟空 因为 杀桃老师对不起 因为等会 我们真的有悟能会上来 我们今天四位选手都排了悟空 悟能 悟静 悟能和白龙马 都会凝固 大家看到第二位选手 千万不要笑 你是 我是大师兄悟空 你是悟空 谢谢 今天没有师父 您呢 太像了 三哥 看完两边的妖精 好好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老妖精 来 咱们做好准备 欢迎大家来到 非你莫属的西游记专场 悟空 逝去逝流 选 子剑离开 好 出一路离开 两位离开 谢谢大家 你现在我有点奇怪 因为它应该是你喜欢的类型 我一直在观察它 因为我的公司就做新媒体 而且它学的是新媒体 但是它在选择 后面你跟它交流 那个它职业选项的时候 它把新媒体直接放弃了 你放弃它 我就放弃你 然后呢 我再补充一句 那个湾西有点不要脸 人家不要它了 还不灭的 我觉得它说了还有岗位 我这准备 这一个公关的岗位给它 好好好 这姑娘挺好的 我特别喜欢悟空 行 可以了 哪吒稍等一下 我们 我可以解释一下 不用解释 它怎么解释 但是我要澄清一下 因为还有新媒体的 说说说 在 就是我刚才说的是 我不做新媒体的销售 我刚才跟那个说的是销售 哦 明白了 别的 比如说像活动的执行啊 我都是很喜欢做的 可以考虑的 反正现在两位离开 十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 我觉得这个潘桃真的太可爱了 不像二十岁的 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你 你来接待我们那些特别重要的大VIP客人 然后带着他们跟人家沟通 我相信他们都会特别喜欢你 然后带他们去欧洲 那你能跟我说你能吃苦吗 非常能吃苦 比如说 比如说 要多苦 你认为 你认为最苦的是什么 说一下最苦的吧 最苦的是什么 你就来个苦点吧 中苦 我来一个差不多苦的吧 中苦 中苦 好 没问题 中苦 我带团去云南 两家客人都是高原反应 嘎 就也没那么嘎 就 过去就没了 就是不行了 然后嘴唇发紫 然后一直呕吐 我没有高原反应 但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气管炎 老咳嗽 一咳嗽吧 就浑身都没劲 然后咳得我头疼 然后鼻炎 书页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我的客人已经很虚弱了 我说你在这里等 我去强卫质 当时我非常虚弱 就已经客人看我 就是你还好吗 你还可以吗 都是在问我 但是我没事 我帮他挂号 帮他挂完号以后 抽血 咽血 咽尿 各种就是都是我自己来陪着这个客人 一直在做的 明白了明白 就讲了这么一个短短的经历 是的 就很能吃苦 对不对 但今天既然又说到了对外的项目 因为唐玉明的那个 那个环球音乐之旅 也涉及到了对外 对 所以呢 现在要秀语言了 没问题 来 英文给我们介绍一下 非你莫属吧 好吧 嗨 My name is Pan Tao And you can call me Hoga Today I came here Facing these 12 verses Like my master 我的师父 And also I can speak Advanced English And intermediate Korean And if you want later I can show you Korean And I believe If you want to come to this platform To perform yourself And be yourself You must have confidence Because I believe that Confidence in your life Is the first step on the road to success 好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你刚提到了 就是你有这个旅游相关的工作嘛 是的 然后你也提到了你想做活动之音和策划 我给你出一个稍微难一点的题 因为我这个是需要带国内的很多热爱音乐的人 然后到法国去旅行 好 你出一个策划 你觉得哪些点怎么来做 好 首先呢 我会出一个就是海报一样 我会来通知各大媒体这件事情 然后做一个这个宣传 就是对外的宣传 第二点呢 我会征集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呢 或者什么呢 然后我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网站设计上去 网站设计好 然后会有很多学们会有报名表这一栏 还有呢 就是说我可以找很多亮点 比如说像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歌手呢 来参加到我这个团里面 对 很好很好 我们其实环球音乐之旅其中一项 就是怎么干 就是让各种不同的明星 然后带你去出国旅行 对 然后去几十个国家 然后每一站的明星都是不一样 非常好非常好 月明 你的问题考察到这儿可以了 因为在你们没有任何前期沟通的情况下 他能够说到音乐之旅 他要带一个这样的人去做 已经非常不错 因为他一点 你一点给他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没错没错 就这样 非常好 来王熙 猴哥我是男儿子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公关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在策划的力 我觉得是不错的 但我觉得在公关层面 比如说在传播上面 你有没有一些自己学过一些什么课程 就在媒体传播这块 举一个课题吧 因为我们每天都研究课题 举个例子就是 我在网上怎么发布信息 我的读者会特别容易的去抓到 怎么怎么好 那怎么 比如说 今天有一个叫攀陶的求职者 可以 来到了非你莫属 就这事 咱们得上 就是这 咱俩正在聊天的这段视频 它一定会出现在视频网站上吧 对 是吧 对 那咱俩聊天的视频 你给这个视频起个什么标题 你觉得点击量就高 如果你起好了 这段视频就用这名字 真的吗 对 猴哥猴哥 你真了不得 太好了 太好了 用的这是 用的这是传统媒体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 叫做呼号法 是吧 紫健 就是 编一句类似于顺口溜 大声的呼号 便于传唱 嗯 他反应力很好的 反应力很好的 他的反应非常好 非常非常棒 为什么 大师兄还不错 是因为 大师兄到目前为止 他回答你们问题的时候 都没有思考时间 对啊 他太快了 完成到这种 太快了 被难倒的问题 太惊人了 大师兄 太可怕了 要不你是大师兄 谢谢 谢谢 来吧 我问一下 大师兄 你要是遇到了 特别大的困难 你是一个特别会退缩的人吗 嗯 还是越战越远行的 越战越远 就是现在我们有那种 去意大利的客人 他其实特别挑剔 特难搞 太多了 这种事情 你就看看 你怎么搞定 他特别 你好 我是伊利诺伊的 市场部的那个潘桃 哎 你好 对 因为我是主要是负责 您这次意大利执行 哎 我没说去呢 哦 那您之前是有 跟我们这个 呃 客服部的有谈吗 有谈过吗 我就说 他们说过这个 然后就把我电话 这不给留下了吗 那您有兴趣吗 贵吗 呃 看您选什么价位的 因为我们呃 客服部呢 可以帮您安排 按照您的需求去选 不一定非得要买 那我要是买不着合适的 呢 那我们就不买了 就回来呀 我们去意大利玩一圈也挺好的 你多谢谢姑娘 我还就不买 我还磕死在那儿啊 什么公司 什么公司 你们什么公司 什么聊天吧 你是什么服务啊 您先冷静一下 是这样的 我怎么不冷静呢 我刚才说了 什么都挑不着的话呢 呃 这样 有两个选择给您 第一个呢 您可以预约下一次 可以去别的国家 挑 第二个呢 如果您对这个是确实 有一点呃 担心 您都想去了 白去一趟 这样 我呢 先在这个 我们的家具册里面呢 给您看几款 如果您有相中的 或者是您觉得哎还不错 我们就去找相同 那你能现在送过来吗 我在石井山 那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说 有一点困难 晚上在吗 回家了呀 晚上回家 我可以送到您的家门口 这样给您就可以了 您签收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她的交流方法 还 这姑娘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还不错 其实很坚持 来各位 因为现在现场呢 我相信对于攀陶来说 你要做的事做完了 谢谢 所有的问题都结束了 好 还好吗 舒服吗 很舒服 很舒服 我不是特别舒服 因为作为师傅来说 话推多 接话接得推快 但是总比什么都不说好 因为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 抓紧把信息传递出来 对不对 来十位 到了大家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您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潘桃的手里 十位 选择 请离开 陈华离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八位留了下来 听职位 好 一艘科技 知道吧 知道 来 我给你一个职位 是公关策划 我觉得在这里面 你是大有可为的 好的 来自一艘科技 国家音乐产 基地月明 你好 我给你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职务 其实我们的环球音乐之旅 最后会变成一个产品 会变成一个电视节目 可能会是一个记录 所以它其实会有主持那一部分 你也可以参与的 好 然后给你的职位 就是环球音乐之旅的策划和执行 好 我有一个问题 说 我是要一直就在你公司吗 还是你 因为我现在还在读 没有 说让你现在 哦 咱们不是给自己毕业之后找工作 是的 说的就是毕业以后的工作呀 那么遇到大事就糊涂呢 我明白了 师傅 好 咖啡之意 咖啡之意明年会有一个浓墨重彩的大举动 就是全国加盟 特别需要一个全国加盟品牌推广的企划总监 我觉得明年这个位置留给你特别好 好的 企划总监 对 好来 58总监 我给你的岗位是特别特别适合你的 就是我们渠道专员 相当于你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一个创业者 或者一个城市的一个经营者 好 确实 伊丽诺伊 这个姑娘特别有让我冲动培养她的这个冲动 所以我给你的职位是欧洲家具赏购之旅的项目负责人 就我为什么想培养你 就是我要培养一个买手 在去的过程中也给把东西买回来 我明白 就是全世界都要买 好的 我明白 伊丽诺伊 杰里亚 给你的职位呢 就是品牌管理部的活动策划专员 工作地点是在浙江 对 好 来 斯凯乐 你的岗位就是策划及主持 好的 明白 两岸咖啡 我的职位是给你我们总部的副总助理 思考一下 好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六盏灯关掉 花七越你被灭了 非常感谢您 古巴同城是个神奇的网站 谢谢您 谢谢 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您 还要灭掉一盏灯 谢谢您 三件增花 好的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带的是环球音乐之旅的项目 小燕 伊丽诺伊 带的是欧洲采购的项目 两家留了下来 谈钱不上感情 这个实习期是六千加上提成 你好 唐总 薪资方面我们是一样的 环球之旅其实 它会是一个常年的一个项目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 比如说今年走完了 明年就没有了 其实是每年全都会有 所以我希望你真的有机会 可以到这个舞台 可以施展你的才华 对 好的 姑娘就是你做的好 三四年以后 我送你上欧洲去学EMBA 真的我就觉得 她是我第三代的接班人 因为我就想找这样的接班人 这么爽这么痛快 谢谢大家 思考一下 大家 您上路之前还有什么跟师傅说的吗 师傅我不知道选那个 你是个有主意的人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还是 伊利诺伊 还是 谢谢再见 我选择的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净净成功的女士 可以获得单资集团提供的水密码补水 补补领盒 预备 来 给您莫属的大礼包送上 最后为什么选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因为第一是传媒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主持人 是我非常想做的一个职业 在场的老板都对我真是关爱有加 我也非常惊喜 能够有这么多企业为我留灯 非常感谢 按照大事